嗨,大家好,我是喜凤 大家知道啊 那个我们上堂课讲就是讲在地图上添加猫点,对不对 那么大家有时候觉得光添加猫点好像是不够用,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显示的不是一个点啊,是一个区域,怎么办 所以我们可能要显示一个一片区域啊 是吧,或者是显示一些导航线路图啊 这样的话你光有猫点好像是不够用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放心,在IOS里面特别的会大家做了这种要显示几何投进区域的空间 这就是这样跟我们要讲的overlayer,覆盖层空间 那么这个覆盖层空间,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实现的呢 其实它和我们上堂课讲的猫点,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它也是先要找到你要显示覆盖层的一个中心位置层 比如说上堂课我们点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看到我们上堂课达到了一个效果 上堂课的话我们是做到了 在地图上长按显示一个大楼针对不对 是取得了在地图上的一个物理坐标点转换成地理位置坐标点 然后通过这个地理位置坐标点是添加一个大楼针这样子做的 那么这段课呢,我们做这个覆盖层,它的原理其实也差不多 它也是通过这个物理坐标点的转换成地理位置坐标点 然后以这个地理位置坐标点为中心,范围多少的范围内添加一个覆盖层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圆形区域的一个覆盖层 那多边形覆盖层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取到多个点 然后以这个多个点的连线连接成一个闭环 这样处理成一个多边形的一个覆盖层 那多边形的覆盖层其实就和我们挡王线路图是一个原理的 挡王线路图它是走一个闭环是两点走一个闭环 比如说我从这里到北京,两个点连成一个闭环 成一条直线,曲线形 这样,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这样讲 首先我们会讲怎么去做一个圆形,一个覆盖层 然后我们会去讲怎么做一个导航覆盖层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横盖的所有几个图形的一个覆盖层 都可以横盖在里面 好,这一刻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圆形的一个覆盖层 好,同样我们看到我们之前代码 想到这一步就是往地图上添加一个猫点 猫点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往地图上添加一个手势 然后点击查手是之前是方法里面是实现,是实现一个猫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怎么去实现一个,让它实现一个覆盖层呢 好,我们先关闭模拟器 同样的我们先去实现我们这个函数 之前我们讲的是首先取得物理作用的人对不对 取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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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它是一个cgpile的属性 这是一个取得屏幕物理作用的人 然后把物理作用的人转换成 我们coordinator对不对 同样的 current 把这个point传进来 好 然后以这个 当前call 生成一个celllocation对象 对不对 我们这里要插个进度维度 好 这里就拿到了一个 当前的一个 这里我们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先放着 这个可以放放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可以 现在我们是讲的是 要进行一个圆形的覆盖层 如果是用多分型的覆盖层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是 是那个圆形的覆盖层的话 我们这一个东西先放了 可以不用 我们只需要这个call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怎么操作呢 我们是长按得了一个手势 是不是这里 其实也是 是不是也要实力化一个对象 往上面添 对不对 按照原理来说是这样的 确实是没错的 我们在IOS里面 它有几个空间 它是这样的 它有个MK overlay 这样一个属性 MKoverlay 它其实只是一个协议 它的实力化 实力内呢 它有几个 一个MK cycle 听到cycle就知道了 MKcycle 这是一个原型覆盖层 一看就原型覆盖层 对不对 还有MK pol 这个怎么读啊 POL Y GON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多分型的一个 不归的形状的一个 一个覆盖层 一般用在什么公园呢 一些区域上啊 这样的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是MK polyline 这一看polyline 就是导航直线 导航用的 这两个有点像 这个怎么变颜色 这有三个覆盖层 他们这三个覆盖层呢 只是最终的 上层的一个协议 是MK overlay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MK overlay 一个一个子类 我们就可以看进去看一下 MK overlay 它其实就是寄设 MK annotation 大家知道啊 MK annotation 我们之前是可以定制 MK annotation 其实说白了 这个MK overlay 这个协议呢 其实就有点像 你定制过后的一个MK annotation 它是一个协议 然后这个协议的之后 它这三个 所以 这三个实力类呢 又是MK 也是MK natürlich 它是实陷的MK overlay 的一个子类 所以它的实力类就是 MK cycle 你看它都是实现的MKOVERLAYER这个协议的一个类 所以MKOVERLAYER里面的协议这些方法在其他几个字类里面都是有的 它有一个OBELLATION方法的吗 InsideSecretMap.com插入 CanReplaceContent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好我们这节课要讲的就是MKCYCLE 当然我们会讲的东西就两个 一个MKCYCLE MKPOLELAY MKPOLELAY其实就是MKCYCLE的一个类类 它这个可能是多点 多点构成 多点构成覆盖成 或者叫不规则图形 不规则 多边形 它是它的一个类 两点构成 产生 产生 的 所有 多个转折点 两点线段之间的 其他 转折点 构成 闭环 其实这个也是多点 对不对 它这个多点是比较分散的 一个多点 然后这个多点是走在两个 两个线段之间的一个 成一个闭环 就像一个导 然后一个线路 走在一个线路 就把这线路直接拉宽 或放大 它里面含个点 比这个点还要多很多 也是个多点 所以我们这里用法的话 你只要会用这个 这个你就也一定会用的 然后这个用法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用法 所以我们只要讲这个用法 和这个用法 中间这个用法的话 你会 你学会了这个用法 中间这个用法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当然这是一个这里MKOVERLAY 是个协议 好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MKTITLE OVERLAY MKHITLE OVERLAY 这是一个类 它也是继承着MKOVERLAY 一个协议 它这个东西是什么用的呢 它这个只有在IS700之后才有的 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商业应用地图上 你把它的地图截屏下来 放在地图上是有水印的 对不对 TITLE 其实没错 这个就专门用来打水印的 就有些地图商业商家 他们防止别人到用点东西 他会往地图上打水印 这个就是专门用来打水印的 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讲 这个是这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一系列的东西 学会这个覆盖层 这个这这一系列东西学会之后 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个导航定位 就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个定位系统 和我们刚刚学上上几个学的地图系统 所谓的系统组成起来 组合起来 我们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实现一个最最简单的行车 导航限图 导航限图 这个是我们这整道课程的最终的一个目标 实现一个最最最终的形容导航限图 好 那我们回归主题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东西呢 就是怎么去实现MK overlayer 协议里面的一个 磁力类MKcycle 圆形覆盖层 怎么添加这个圆形覆盖层 好这堂课先到这里 我们下个再接着继续